有什麼最後兩句話嗎? 不是 但是 有什麼最後兩句話嗎? 不是 哈囉 早安 大家好 搬屋當日 現在去 幾點啊? 我想8點多 搬屋公司9點會到 我起床過幾個小時洗澡 買了外賣咖啡 就在等著搬屋公司的人來 反正我真的很累 睡得很差 不知道嗎? 每次搬屋都會 真的很焦慮 很緊張 性格問題 希望今晚可以睡得好一點 外賣咖啡 現在的家是 暖到瘋了 基本上這兩三個星期都沒有浸屋 因為都在收拾東西 扔東西 所以 超級緣啊 我想到了應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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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到瘋狂吠 他不是這樣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可能扔到 太緊張 那現在搬屋公司的人是在看間屋的情況 看怎樣搬 還有看外面那個窗的情況 因為會用到穩泰 她從來沒有那麼多的遊客 你很興奮嗎? 你會在那裡在那裡嗎? 問得不乖 哎呀 不斷放進去 上次搬屋他都沒有廢 是不是在這裡住得太久 又覺得自己地頭的感覺被人一親 It's okay I just want to get used to it 你倆要在那裡用的地方 Please 剛剛他們問了 一次確認了這間屋有什麼東西要扔 在扔的傢俬上面有一個X 那一陣子對我 之前申請了一張扔大件垃圾的form 就基本上可以扔起來了 他們有自己的泡泡紙 裝一些餐具、儲具 就叫做分隔一下 不算是很乾淨 但是算是隔一格 這些就是廚房用具 其實我真的一點都沒有收拾過 他們稍後會放在新屋那邊 在arrange 你看到其實食物都不算是燒烤 正正任條這樣放著 如果你有潔癖的話 建議你自己收拾 我們現在已經收拾了 我想已經到了四五成了 這邊的櫃已經要清乾了 已經清乾了 整個的櫃已經清乾了 如果她還肯吃東西就不是緊張 WOW OK 她們在一路收拾東西的時候 都會一路記錄下每一欄是什麼 但是在這麼快速度收拾東西的情況下 大家都不會這麼嚴格 要去把所有東西正正有條 但是她們都很勉強 會問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然後譬如我們昨天洗了一些衣服 你晾乾的 她會回到開房 雖然都一定要再洗的了 都夠努力 還真是辛苦了 初發我們真的沒什麼怎麼收拾 下面就有個雲梯的車在那裡 你想要去這個升降機嗎? 你會想她會站起來嗎? 沒有 但我會不會 我們是第一次看到雲梯 真的超級辛苦 快來滿了 那家人都很恐怖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呢? 還有最後一句嗎? 沒有 沒有 還有最後兩句嗎? 沒有 現在已經清了 很多公司都會幫你 輕輕掃掃掃掃地 你不要期望她會幫你清一層不厭 因為其實 你在原來租了之後 都還要給一個清潔費 大概7萬瓦 10萬瓦 15萬瓦 這樣會幫你清 所以現在大自發清了 我很久沒見過一個這麼乾淨 什麼都沒有的家 但以為住 新屋那邊會失很多 但因為我們都丟了很多架子 所以 都花很多時間 可以慢慢地安排 現在搬完屋 其實小巴西在拍攝 屋內的設施照 這個是很個人的 看看房東是不是有點難交 有點狡猾 剛好 我們是房東 是的 所以很害怕 可能搬完屋之後 她又說 這個 我們弄壞 我們弄壞 我們保持一個紀錄 遲下談的時候 就容易一點 而且 沒有那麼麻煩 現在公公公司走的樓 會去新屋那邊 我們都駕車去新屋那邊 所以Let's go 好了 我們上了車 現在也上去新屋那邊 前面是有很多車 塞住 前面有很多車 車和雲梯都還在 所以等到他們打 然後我們就出發 我們上到來了 找到很不習慣 加上士巴西在車裡 拿著家事 等一下 它沒關係 你只要聞到水 都在哭 對嗎 回來 走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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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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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習慣啊 她還去瘋狂要抱啦 接著 她睡著了 她睡著了 你想看房間嗎 房間嗎 我們有一個垃圾 我們會有一個垃圾 她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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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她睡著了 她睡著了 現在有很多時間吃了 我們要吃垃圾 吃垃圾 什麼事了 搬完了 現在我其實要拿他們搬的碗出來再洗一次 因為搬運都蠻骯髒 所以再洗一次才可以放心用 洗碗啊 在這裡 超多碗 還有很多箱要拆 找到已經坐在自己的紙巾裡監察我 不知道今天要拆到幾點呢 媽咪 沙發也來買了 為什麼沙發呢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你喜歡沙發嗎 為什麼沙發呢 這個我在網上來買的 坐落的質感也不錯 還有這個可以拆出來洗的 剛剛她說的 價錢好像是400美金左右 不用3000元 算是這樣吧 現在我要開始抹地 很多譬如衣櫃啊 櫃啊 收納的東西還沒送到來 所以有很多我們需要收納的東西 就堆在煙霧間 那櫃送到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開始收東西 What You so cute 我們終於吃飯了 超腰骨痛啊 超腰骨痛啊 Baby Oh my god I'm gonna eat 我們要吃飯了 到現在才吃 因為剛剛我們才安裝完網絡 嗯 嗯 嗯 Taste good Taste Taste You have a good choice right 嗯 Taste 今天太累了 不過 還有一段累 很累啊 現在是搬屋後的幾天了 那因為搬屋那天 還有摺住下來的幾天 都超級繁忙 天天疲於不命 行屍走肉 那樣 也短了幾天 我的手手腳腳 全部都損掉了 因為拆一下箱 有些paper cut 然後又不小心錄傷自己的手腳 總之呢 搬屋就真的一樣 超級莫 而且會令到你整個人看來很累 很崩潰的一件事 今天我想說多一點關於搬屋那天的資訊 哇 那個自然光 忽明忽暗的 那樣 大家看之前的影片都可能會知道 這次我們用的是韓國非常有名的破爭儀撒 是一站式 懶人 非常之friendly的一種搬屋方法 說的是完全不用收拾東西 就是任何箱都不用包 它是會把你所有東西從舊屋搬到新屋 還會幫你輕輕做一點打掃 那這次這間搬屋公司 就是我們在韓國一個APP上面找的 就叫做 那就是一個專門找搬屋 搬運公司的一個APP 你一進去就要打掃你新屋 舊屋的情況 你要搬東西的雙數 有什麼傢俬 可插不可插 總之它是問得超級仔細的 那你填完整個方法之後 就會有不同的搬屋公司 開始報價給你 那其實過程都很快 我記得我找搬公司那天 我正在吃飯 可能正在吃燒肉 然後入入入入入 之後 吃完燒肉 埋單那一刻 我已經收到差不多 4-5間搬公司的quotation 所以這個APP 報價是很快的 那去到價錢方面 它的range 都可以挺闊的 有最便宜可能40萬 去到最貴100萬Won 我都收到的 最後我選了一個中間價錢的搬屋公司 那就是差不多60萬Won 4千港幣左右 那天是有三個叔叔來幫忙搬 有一個司機 那天也有雲梯 但是之前vlog的 footage 可能看到 在舊屋 因為那邊是沒有樓梯 所以他們會prefer用雲梯 把所有東西運回來 就快一點 省水省力一點 那每一次雲梯的收費 就是10萬Won 但是去到新屋那邊 他們就很nice 就說其實不用擁有雲梯的 你新屋有升降機 直接我們搭升降機上來都ok 你可以省下10萬Won 那天大概用了三個多四個小時左右 由早上九點開始 去到lunch time 就完成了所有東西 我是覺得很快 如果你要我自己撿那間屋 我可能撿三天都未定 所以這個效率和這個技術 我是非常respect的 但是如果那一天 我可以再來一次的話 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好一點 是有的 第一就是我會建議大家 自己在意的東西 記得要先放下 自己放下 因為那天搬屋 可能搬屋公司 都要講求校率 他們可能有其他東西要做 我不知道 很多東西他們都很快 放下一個欄 但是有些物品 例如衣服 枕頭 皮 或是一些食物 他們都是一視同人 批在那個欄上 但是那個欄 之前放過那些什麼 我覺得是questionable的 但是這個東西 我是完全不怪他們 就是說這麼短時間 你都不可以要求得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來多一次的話 我可能會自己放下 需要很乾淨的東西 枕頭皮膚 衣服 一些碗碟碟碟 一些食物 這些可能你自己 好好放下 放下 等它來幫你搬走 就會好過 它幫你放下 然後我看到它放下 你會一直害怕 第二件事 就是我強烈強烈 建議大家 就算今天你是用波爭的意思 你覺得 嘩!不用用腦 不用收拾 繞對手 也好 在搬屋前一個星期 可以這麼早就更加好 去看看 究竟你的房子 有什麼要打 因為波爭二神 它本身的特點 就是你不需要收拾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連家裡的費物 都搬過來新屋 我們這次其實都 輕輕扔了 和捐了 我們不需要的東西 但是 搬到新屋 開始拆箱 開始把東西歸位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有這麼多的東西 是應該一早就要扔 雖然你搬屋 但是分類 或者要和不要 都是要自己做 不可以懶 還有第三個 我覺得可以做好一點 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 很多一些傢俬 收納用品 都在網上訂 其實韓國 很多這些上網 可以訂的地方 但是 大型傢俬 通常都差不多 兩三個星期 才會到的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房子很多次 搬得比較急 變成 在搬屋前一兩天 才有時間來量度一下地方 然後才可以買到傢俬 變成傢俬 在搬屋之後 隔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才陸續開始送來 我現在家裡很多傢俬 其實都還沒送來 都還要等 我建議 如果你時間充業的話 早點訂傢俬 也早點和不同傢俬的地方 然後協商好 什麼時候會送貨 就不用像我們這樣搬完屋 還要等差不多一個星期 才可以unpack 所有東西 而且我覺得 都可以視乎你搬屋公司 做事態度 還有做出來的成果是怎樣 多多一點 給一點點提示 因為 這個真的是辛苦工 關於那個搬屋的詳情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對韓國 貨擠議宅有任何更多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我也收到很多朋友 對我新屋的好奇 例如是怎樣找 約租 保證金 Claik Club費用 還有很多朋友想看room tour 這些問題 我都會在 遲下room tour的影片 和大家詳細分享 現在房子還未準備好 還有一些傢俬 但當它完全準備好 我都一定會拍片 和大家分享 我們接下來會居住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個讚 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什麼事 我們下部影片再聊 안녕 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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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影片